你不想看见你 和哥呀闹白 我不想因为你们这件事情 就散了 你现在是事不关己 可以唱高调 如果有一天 也有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还可以像现在这样 轻描淡写吗 你还可以像现在这样 你还可以像现在这样 你也得分什么事 他现在辞职也好 搬出去也罢 都是咎由自取 你还可以 好了好了你消消气吧 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也听不进去 咱俩休息 我先走 我还是要起诉女魔头 帮我找个律师吧 你想干吗呀 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说得 很清楚了吗 这个官司你真的很难赢 最大的赢家只会是女魔头 那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你想怎么办 把事情闹大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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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让月主任把所有招标的资料跟我拿过来 我要看看 好 我这个去 去 这样吧 我们还是见个面聊一聊 现在 好 那我现在就去找你 平凡 哎 莉莉姐 要出去啊 啊 搬点事 怎么 有事 哦 没事 岳主人说 招标的资料在你这儿啊 哦 对 我给他送过去吧 不用了 我给你拿过去吧 哦 好 莉莉啊 你提供的这些 对我们太有用了 我答应你的会做到的 只要招标上了 你至少少奋斗二十年 不说这事了 对了 你刚才说 等公司上市以后就移民 为什么呀 跟你说句真心话 我在这个商界 摩托滚打了这么多年 对什么名啊 莉莉这些东西 看得非常地淡 等公司上市以后 我准备把我的股份 交给职业经纪人去打理 然后呢 我会找一个志同道合 我和相爱的人一起去移民 享受快乐的生活 有钱就是任性呀 莉莉 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通过这段时间跟你的相处 满脑子全都是你的营 愿意跟我一起吗 胡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老板 坐好 老板 坐好 你好 老板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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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坐好 那我走了 好吧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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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总 感谢海运公司给我们海强公司机会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曹总 你们能够在这么多家竞标公司当中 脱颖而出 说明你们的竞标非常地合理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施工当中 无论是在选材上 还是在施工的程序上 都能严格地按照合同来办 只有好的品质才有好的口碑 余总 这点您大可放心 这次的工程呢 由我亲自监管 好 胡总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这次我不能拿下这单生意 胡总可是劳苦功高啊 来 我们大家举杯 一起敬胡总 谢谢胡总 大家也辛苦啊 敬胡总 敬胡总 好好好 莉莉 来来来 快快快 这边 你可是 这边是咱们的大工程啊 来 曹总 不好意思 你来晚了 别关系 别关系 谢谢你啊 来 莉莉 我和曹总呢 一起敬你一杯 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对 好凉快啊 好凉快啊 你怎么知道我缺这个啊 我早就想买了 蚊子咬的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你真是的 回头买点趋温水 挂个蚊帐吧 好啊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还行啊 明天还有几个公司 要去面试呢 现在不靠谱的面试也多 自己留个心眼 别别人说什么你都行啊 你以为我是傻子啊 有时候你还不如个傻子呢 傻子饿了 你这也做不了饭啊 回头我给你买个电磁炉吧 出去吃吧 想吃什么 小龙包 走 小龙包 对吧 安娜怎么样 就那样呗 来 谢谢 谢谢 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了 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没工作又没钱 我觉得自己可失败了 姨呀 不用那么悲观 多吃点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 这就要觉得你好啊 对啊 我以为你知道这件事以后 就不理我了呢 没想到 你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来看我 现在 还请我吃饭 没办法 谁让我谈上你这么个朋友呢 但是我觉得自己 不配当你的朋友 你替李摩头干这个事 其实我能理解你的处境 那你呢 我也是一样啊 你看 要不是认识安娜 我也进不着公司 要不是因为我是安娜的朋友 余总 连多看我一眼都不会 你是这么想的呀 你以为的 我以为你 约过什么 我 没什么 吃饭买 好坏你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连最起码的写作常识都不懂 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我给你的大杠是这样的吗 你不是让我展开想象力 尽情发挥吗 那也得有个边啊 一个好好的男主角 怎么就变成吸血鬼了呢 你以为我让你写暮光之城啊 我只是想把男主人公 写得像德古拉伯爵那种 英俊 高贵 然后又很痴情的那种男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给我重写 全部重写 对 可是 我怕来不及啊 什么来不及 那就别睡了 二十四小时跟我连周转 要不然学歌呀 干脆辞职别干了 我重写 我说这小说写得没有原来有意思了 把马来西亚男主角写得跟吸血鬼一样 真没劲 我觉得挺好看的 如果马来西亚男主角真的是一个吸血鬼 没准他会把那女的也变成吸血鬼 那就太扯了 我不喜欢这种胡编来造的东西 我倒是希望马来西亚男主角是真心的爱雪儿 可能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 才欺骗她的 这故事太老套了 世上哪有那么纯情的男人啊 好 好 好 你好 我是本科的 认识 等消息吧 我 疯了 好 等消息吧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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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赠送一次全车豐佑美容 三次七面打辣 和无限次的汽车蒸汽杀酒 那就半战一半了 好嘞 跟我来 莉莉啊 这什么意思啊 我记得你说过 世神之后可以去你公司上班 没错 我是说过 可是我觉得呢 你现在啊 还是在于晴的公司比较好 胡总出尔反尔了 哎呀 莉莉啊 你到我公司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呢 你在现在的公司很有弊啊 你在中间呢 可以起到调解的作用 胡总 你这是要把我安插在敌人的心脏啊 看你说的 余晴啊 他不是敌人 你形容错了 你在他身边呢 就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提前通知我一声 我们方便些啊 那好吧 你们要是都按照合同来执行 就 不会出什么问题 梅雅 哎 过来一下 老板 怎么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正式上班了 嗯 我把你这两天洗车的提成 就给你赞赏了 好啊 谢谢 不过今天办卡的这个提成 我们还得按照 适用期的回去 行 没问题 好好看 好 去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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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 队长 洗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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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给人洗车 对啊 干得好的话 一个月不少证 不比编辑少证 开什么玩笑哥呀 你好歹也是 时尚杂志编辑正经时尚圈 怎么跑去洗车呢 这太说不过去了 不行 你别着急 我正突然给你找工作呢 再等等 哎呀 你不要为我的事操心了 再说了我觉得洗车工 挺适合我的 简单的体力劳动 不费心也不费脑子 多好 适合什么呀 你赶紧辞职 哎呀我先干着再说吧 哎呀对了 我今天在洗车房 看到你们公司的人了 我们公司谁啊 于晴阿姨的秘书 周莉莉 嗯 她跟一个男的去洗车 那男的 好像是她男朋友哎 你怎么知道谁是男朋友 我还能看不出来吗 长什么样 一个光头 白胖白胖的 特像一个包了皮的水煮鸡蛋 胡强 不是她男朋友 那是我们合作公司老总 肯定是她男朋友 俩人还商量着 去毛链休息度假的事呢 喂 赵平凡 有事吗 莉莉姐 据说 你今天一直和胡总在一起啊 有这事吗 这事你怎么知道 我只是听人说的 刚好我有事想问问你 有时间吗 我们见一下 好啊 我给你定位 行 立丽姐 你住此附近啊 哦 来看看朋友 说吧 我一会儿会也帅 με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 你对胡总了解多么 胡总 哪个胡总 当然是海强公司的胡总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听到一些留言 他之前做的一些工程存在猫腻 所以我担心 他资质没问题啊 秦云之前 余总亲自审核过的 我知道 不过 等一下 我问一下 你这小道消息从哪听说的 为了竞标 散布留言 诋毁竞争对手 这不是司空见怪的事吗 这你也相信啊 太幼稚了 看来 你还是很了解胡总吧 至少比你了解啊 还有别的事吗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据我调查 胡总在海强公司认知之前 曾经在浦江的一家公司认知 那时候的情况你了解吗 不理解 我也不感兴趣 我也不感兴趣 赵编凡 我提醒你啊 胡总现在可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你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怀疑我们的合作伙伴陈寅 你这样下去会整事大麻烦呢 我知道 我只是担心 你一个小小的经理 公司的事情还轮不涉你担心呢 再说了 胡总真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难道余总会看不出来 还是说 赵编凡 你跟勇呢 好了 你的问题问完了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跟余总的女儿陆安娜 到底什么关系啊 男女朋友 这是朋友 好朋友 那就是一般朋友了 我还以为 你都快当上驸马爷了呢 既然这样我好心提醒你一下 这做人呢 千万别得意忘形 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我先给你的身份和位置 等下来 你真的 TRT 那就是不同的身份和位置 你让我来保证 那我就来保证 你怎么把手挑选 我来保证 你妈妈 我不选我 对 我去 不正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总 您来了 我们这边洗车沟 挺有味道 还是挺有能力的 人也挺机灵 那就带到那儿帮我洗吧 好嘞 那个 热雅 过来一遍 刘总来了 打开了车就洗一下吧 但是现在跟小张结活了 刘总的车别人喜欢 不放心 你帮他洗吧 好吧 小张 来 你过来一下 好 你把这个车洗一下 来 刘总 有声你叫我 好不容易 小张要和我 我给你的想法 你把这个车洗出来 好 再洗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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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的车上 把车弄 哎 刘总 你稍微等一下 我这儿马上就好了 没事 我不急 你叫小雅 嗯 马上我请你吃饭 没用了 谢谢刘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办这么贵的卡吗 我们这儿服务好啊 我是因为你才办那单卡呢 这样 马上跟我出去吃饭 明天我给你安排个好的工作 保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工资比这要高两倍 不用了 我在这儿挺好的 我不想还工作 你干嘛 大白天的能干嘛 把门打开 我要不打了 开门 我要不打了 开门 带你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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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打开门 有两个瘦 了不起啊 我要我工作 你们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你是干什么呢 那时候你们吓死你 哥雅 你说什么事啊 刘总 您别生气 谁也不要你 刘总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把卡给我退了 别 这不合适吧 别废话 赶紧退了 不然我叫人把你店给砸了 哥雅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要你吃个饭吗 你就跟他吃个饭又能怎么店 这不是吃饭的事 他动手动脚的 那你现在不也没吃亏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现在他要退卡 你说怎么办吧 就跟他退了好了 说得简单啊 我是做生意的 这钻石卡我总共就办了这么一张 我这好说歹说 他终于答应明天叫人来取钱 你就给他打个电话道个歉 这一万多的钻石卡 不能说退就退啊 我不打 要不这样 你只要让他不退卡 这钻卡的提成我现在就给你 我不要 有两千块呢 四千块钱我也不要 那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呀 反正我不会给那种人打电话道歉 他就是一流氓 你干什么呀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喂 头儿 喂 哥雅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没有生你的气 哪有的事啊 那你走了以后也不回来看我 我最近事太多了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我在贸易公司啊 不在图书馆工作了吗 图书馆 哦 那个我不干了 我现在去贸易公司了 你骗我 小田昨天还跟我说 你在图书馆工作 怎么今天就换了呢 我没骗你 真的 我今天 第一天到贸易公司上班 你说你一个文化人 怎么能够在贸易公司工作呢 我算得了什么文化人啊 你的气质就是一个文化人啊 头儿 你别挤对我了 我们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 你要不然就回我这儿工作吧 不是 头儿 我特别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现在真的找着工作了 你难道真的要我求你 你才肯回来吗 不不不不 不是这意思啊 你别想多了 我不跟你说了 那个我有电话进来 回头再聊啊 好 请不要挂警 文多 好 莉莉 来来来来 哎呀 路上堵车吧 你说我去接你吧 你还偏不让我去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 这公司里边加班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事 再说了 也不好意思老是麻烦胡总啊 胡总今天约我出来 有事吗 莉莉 我就不给你绕弯子了 工地上的总管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觉得材料有问题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咱们之前用的那家工厂的材料 给咱们供货已经供不上了 所以呢 我们用了其他厂家的一个产品 不比那家差 而且价钱呢 比那家的更贵 不信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咱们的订货单 胡总 我这个人啊 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特别的守规矩 余总呢 这次很重视不论花园 施工的进展和质量 你们要是不安合同里边的材料施工 万一又让余总知道了 来来来来 给我 来 这是特意给你点的木瓜燕窝 赶紧趁热吃了吧 好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不过 这好东西吃多了容易上瘾 万一我要是上瘾了 我一个工心小白领可负担不起啊 那没关系啊 你只要喜欢吃 我以后天天给你送 是吗 对了 莉莉啊 还有一件事 我必须给你解释解释 我们会计啊 今天中午告诉我说是 是上次给你的那张卡的转账金额 给搞错了 气得我骂了他一中 我要求他明天中午之前 必须给你转账过去 哦 立场卡啊 我还没查过呢 胡总 你当时是怎么交代的呀 五个数 不 这是明天给你转账的五个数 好 那我明天上午去查一下 免得你们公司的会计不负责任 惹您生气对吧 那是那是 一定得要查一下 查完以后一定告诉我一声 打个电话 我核实一下 以后这种笑话不能再出了 莉莉 那你说这个材料的事 赶紧喝了 那这个他账呢 他就绝对啊 他猜猜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怎么会啊 你他有什么 那个人 他会有什么 她会有什么 他会有什么 我还还有什么 你给他 我还还没带的 你呢 我也不知道 他不怕 你先去忙吧 我再转一转 我就回家了 没事 本来今天真有个事 你们立会 结果我临时取消了 你想去哪儿说 我陪你 这儿离我家挺近的 要不去我家 喝个茶聊会天 等你想好了去哪儿 咱们再出发 怎么样 行 没事吧 队员 你认识吗 认识 看着不像什么好人了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等我一会儿吧 好 你怎么还到我家来了 赵实侠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家呀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我在这儿可是等了一天了 没想到让我逮着了吧 有什么事改身说 我有事吗 就知道陪美女 把我忘了 忘了我爹和普江的事 没事 等我一会儿 我把车停了 没事吧 那男的看上去好凶啊 没事 安娜 这哥们儿 遇上了点麻烦事 我把车会不会停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解决 好 你干嘛你 不是 你轻点啊 我跟你说 以后别当着别人面 说干爹和普祥的事 听见没 我说你来自面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是想跟你说呀 可你不接电话呀 我知道你忙 可你是不是得回我一下呀 而这进了大城市了 就只知道带着美女 满世界潇洒 哥 这姑娘挺漂亮的 女朋友啊 不是 有什么事赶紧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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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眼儿一看啊 这姑娘来路就不一般 该一出手是咱就出手 说实话 到手没 我说你还能不能 有点正习啊 这女孩 这女孩的妈妈 是我们公司老板 海韵集团的老总 海韵集团 就是当年负责林江先进 这项目的开发商 我刚进他们公司上班 赶紧的事我一直在调查呢 像这么大的上市公司 想要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 你得给我点时间 行 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还一直以为你当医生呢 你猪脑子呀 我当医生还怎么叫啥咱们的事 是 我跟你说了 人车等着我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了解事情的进展 你这还没说清楚 那又想走啊 这进了大公司了 就只知道每天他没女儿 瞧不起我这给你腿了 你可记住了 当年你给我爹发过誓 啊 你说你犯什么魂啊 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我接出罗安娜进海员公司 就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 你怎么过来啊 安娜 你怎么过来了 没事 我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我先走了 我送你了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我走了 怎么回事 没女走了 对了 达叔让我给你带的信 我放到旅店房间了 回头上我那儿取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